任凱晨在今年農曆初一正一迎來十七歲生日 這是一群粉絲為他補足生日 還請來Jasmine在星夢二的好朋友 梁子青擔任神秘嘉賓一起慶祝 大家這麼有心 Jasmine也相當懂得做 除了大派簽名照片外 還有即場獻唱冠粉絲 當中不少自己的出道作 文女掙扎 水晶球游增與測 月長 上海和靜邊 沖桑你萬事 理術上香煙 很特別 我看到一些粉絲和我過生日 真的很開心 然後剛拍照時突然過生日歌 然後這個人出現了 然後我開始流汗 她還很驚嚇 她說 嘩 為什麼你在這裡 因為我完全猜不到 直到她那首歌播的時候 我才知道 她還要今早問我 因為我回覆了她的電話訊息 然後她就跟我說 喂 這麼早起床 因為她平時 今天是星期六 以她平時的日常 是沒可能這麼早起床的 是真的 然後她就 咦 這麼早起床 然後就說 對 我今天跟粉絲搞議題 然後她就說 玩得開心點 Jasmine也親身多謝歌迷們破廢 為她搞連串的應援活動 很感謝英文 所有東西都投影得很好 特別是首映 真的很感動 我整隻都沒想過 我發現她在巴士站的那一部版 真的有 她真的有 我走一個去看 所以 很多感謝 謝謝 Crystal捧著蛋糕驚喜現身 令全場氣氛高漲 不過期間就出現了一段小插曲 我來到才知道我要… 送蛋糕 我知道我要送蛋糕 但我不知道怎樣走進來 很奇怪 很惡然 然後我一進去 我在外面拿著蛋糕已經超級緊張 糟了 我會不會弄一些蛋糕的 然後又在想 糟了 因為她真的會做這樣的 對 我真的會很順暢 然後進來 我們就兩個捧著蛋糕 然後我不知道那些什麼弄到她燒 然後… 她一吹… 然後氣中… 然後火… 我吹飾醉的藍燭 然後沒有第二支 所以… 謝謝 不謝謝 我就是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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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蝴蝶結就是了 今年是哥哥張國榮 世世二十周年 很多歌手包括Jasmine 都會翻唱哥哥的經典歌 兼拍攝MV作紀念 Jasmine要演繹巨星的金曲 她都說是很大的挑戰 完了這個活動之後 我會去拍MV 其實期待了很久 本身早點拍的 但是… 現在變成現在拍 我趕了 對不起 OK 是啊 那你本身是不是都很喜歡舊歌嗎 本身… 有聽開 還有有看過去做的電影 不過是一個很好的挑戰 就是你… 真是… 很好的挑戰 因為… 你要將一首舊歌翻新的感覺 唱到一個… 不夠的感覺 每次都在拍咬 我來說說不夠了 我們會有一些